是工具的用途比较多 而且我发现 在台湾那个念 资讯工程 台湾叫资工 女生比较少 真的可能就是 大概十分之一不到吧 而且可能十分之一下学期 那个女生 同学她又转系了 还没想到既然 你们女生占的比例还蛮高的 你们在最后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css 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file 这个file 名称的话 我就是取像这个名称 style.css 然后把这个名称加上去之后 按finish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css 怎么样 我就直接 直接就一样按右键 把它open with 用test edit 不要用预设的 然后再来直接 因为这个cs 里面牵涉到 可能应该各位都学过了 你们有自己打吗 还是用工具 还是都有吗 不管了 反正应该都知道cs是什么吧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这个来用 因为我们就不把焦点放在上面 也就是说我建了两个class 一个class是标题 一个class是名称 我将来就套用这两个class 去用在哪个 其实用在我的标题上面就这个 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微软正黑题 质的话 36 颜色的话就是蓝色等等的 这个的话就是绿色加蓝色什么颜色 反正就是这个颜色就对了 那back one card等等的 这个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让你的文字样式变得更漂亮 ok 没问题吧 那把它save 再来的话我们就已经有一个css 因为static 其实已经 在settings里面已经做好设定 所以不用改 ok 所以加进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到刚刚那个html4里面 把它重新再open一下 那我要把那个css套用上去 所以我好像刚刚有已经套了 如果把它删掉就是这个 里面的话我就直接在head里面把它引用进来 引用什么 引用刚刚的这个 在css里面的style.csss 其实引用的方法跟刚刚引用那个图 档还蛮像的 ok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的 其他的属性也把它设定一下 并且图也放进来了 另外的话这边有class的名称 就叫名称 class名称我就把刚刚的名称套进来 标题就这一个 然后有很多个样式 就是不同的文字我就给不同的这个样式 ok 应该没问题吧套上去 然后呢直接我save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再把它run一下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我刚刚有没有把它start 没有就是现在还在run 所以把它重新重新整理一下 再把它start一下 如果有问题就把它停掉 重新再run它一下 runs 然后重新再run一下 只要你刚刚改的档案 有存到档 然后应该如果没问题 csa 有找到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看到那个效果出现 就不行 记得 你还要把你的template 重新再call一份到admin的template ok 然后把它取代掉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ok了 所以没问题吧 重新整理 应该会顺利成功吧 ok ok 这样就有了 那些人 有点